俗话说得好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曾经做过的事情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即使再不想被别人知道 只要做过的早晚会被人扒出来的 那种尴尬不是人能想象得到的 尤其是关于隐私的那方方面面更是如此 而话说回来 今天小编还真的找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 这是关于娱乐圈的 主人公则是艳星麦佳琪 2017年 麦佳琪10岁的儿子 突然在网上看到了麦佳琪曾经的无脸视频 并进行反复观看 使他对母亲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并且还言语讽刺妈妈 你怎么拍的 你怎么会有这种视频 这时麦佳琪很没有面子 气得上去就是一大嘴巴子 儿子的做法成功地掀开了麦佳琪尘封已久的过去 他的故事请听我娓娓道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位曾经风靡一时的艳星慢慢地被大家遗忘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他也跟舒琪一样 用半辈子的时间将衣服慢慢地穿上了 但是由于儿子的做法 又毫不留情地将他再一次地推到人们的眼前 可能大众对麦佳琪的印象还停留在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中的毛佑一角中 里面他敢爱敢恨的性格不知迷倒了多少男男女女 其实在现实里 麦佳琪和毛佑一样 都是非常的敢 但不同的是 他们的用处不一样 毛佑是敢爱敢恨 而麦佳琪则是性感 也是艳星的代名词 麦佳琪出生于中国香港 小时候的她容貌精致 备受父母的喜爱 长大后身材活辣 因此进入模特圈的行列 而后在她18岁那年参加了香港小姐的选举 刚开始因为长相精致 气质出众 因此受到不少观众的坠捧 但事与愿违 就在进入总决赛的前期 有些人将麦佳琪的黑历史给爆了出来 这是早年间麦佳琪拍的艺术照 经过曝光之后 麦佳琪仿佛成了过街老鼠 本来前途一片美好的明日之星 却瞬间落入万丈深渊 因此她成功地错过了港姐的荣耀 事后麦佳琪也向观众解释 一句年少无知 成功地把过错一笔带过 但是也为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烦恼 因为她的那件事已经人尽皆知 有些人传统的人们不是太喜欢她 毕竟错了就是错了 因此她为避风头搬了好多次家 虽然照片给她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 但却也因祸得福 她的这些照片被一些知名的大导演所欣赏 便邀请她参演风月片 刚刚开始麦佳琪并不接受 但是转念一想 既然拖都拖了 就不如做得一干二净吧 便答应了 而后凭借着偷窥无罪 成为新一代的风月女神 在这之后 她也多次出演了很多的这种片子 在这期间 她也尝试过转型 尝试过 毕竟正儿八经的角色 比如小宝与康熙忠 和张卫健搭档的方宜 我和江湿有个约会中的毛忧 但是由于她性感的形象 始终是深入人心 因此她转型失败 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的衣服是越穿越多了 人们对她不再是梦中女神的印象了 而后 在2006年的时候 麦佳琪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 她就是大律师王国豪 家庭英时是一个圈外人 她丝毫没有介意 麦佳琪的过往 因此 婚后的他们也很快速地 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麦佳琪也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本以为麦佳琪会一直幸福下去 但没想到的是 她欢呼的生活依旧坎坷 不仅自己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就连看老公手机 还发现了其疑似出轨的证据 对此 夫妻俩一度冷战长达半年 其实这还不算啥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边 以此偶然的机会 大儿子在10岁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风生 知道了母亲曾经的那些历史 偷偷地看网上母亲麦佳琪早年性感照片 并且对麦佳琪言语轻浮 麦佳琪当时非常的吃惊 于是气得她删了儿子一巴掌 打了儿子过后 她的心里也在滴血 但冷静下来后想想 打孩子还是不对的 于是静下心来跟儿子好好教育一下 说自己当年也是很年轻 自己做错了 但说了这么多 年仅10岁的儿子哪里会听 如果光是不听就算了 她还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 一起看亲妈妈 这一举动让麦佳琪很沮丧 对此她也是难过了好长时间 但是很快的 她就振作了起来 表示一家人相处 难免会有一些难听话说出来 并保持自己乐观的心态 后来 在她慢慢的说服教育下 孩子们也渐渐的理解了她 并为自己的不懂事向麦佳琪道歉 并且关系也是越来越好 一家人经常在网上晒出自己的生活照 可能孩子们现在也慢慢的谅解了她 但是对于麦佳琪来说 自己内心耐观可能才是最难过的吧 越是表面看似不在乎 心里却越是在意的吧 真心希望她会有放下的那天 在这里小编就提前祝福她了 希望他们一家还能更好的生活 说到麦佳琪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有点陌生 但她曾出演过 《小宝与康熙》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人与传说》等经典作品 近日 有港媒曝光了一组麦佳琪的专访 访问中 麦佳琪谈到了这些年来带娃的心酸经历 照片中 麦佳琪身穿白色T恤 搭配破洞牛仔裤十分随意 虽然已经到了44岁的年纪 但她保养得相当不错 皮肤白里透红 看不到皱纹 一头黄色长发更是简灵 麦佳琪2006年嫁给律师王国豪 随后就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 与老公结婚14年 她生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生活幸福 为这个家庭她付出了许多 但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 总有一个绊脚石始终无法跨越 那就是 她在15岁的时候 曾经拍过时尚的照片 13岁的长子也逐渐进入青春期 儿子曾经偷偷上网 查阅过有关妈妈当年黑历史的报道 更是当面质问她 你以前居然拍过这种照片 作为亲妈的麦佳琪听见儿子这么说 一怒之下直接扇了儿子一耳光 但是冷静过后 麦佳琪更多的还是心疼 自己的儿子也像外界那样看待自己 让她泪在心里流 她对儿子说 好歹我是你妈妈 为什么你和外面的人说的一样 当年妈妈随性 没有和父母沟通 才造成了当时的举例面 妈妈不想你犯同样的错 经过大儿子的业余 二儿子和女儿也跟着有样学样 让麦佳琪头疼不已 但她表示 一家人相处一定有难听的话 不管怎样 她能保持住这种平衡 听完麦佳琪的讲述 不得不感慨一句 明星当妈妈不容易 当年麦佳琪17岁参选港姐 后来被爆出15岁的尺度照片 因为舆论无奈出局 没想到如今再被儿子重揭这段黑历史 不过还好麦佳琪天生性格开朗 之后还能和儿子沟通 正面地面对问题 其实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在面对孩子的问题上 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多沟通 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俗话说得好 家人哪有隔夜仇呢 最后祝福麦佳琪以后 可以和子女们相处融洽 小朋友们也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点赞 转发